香港公共資源那批的商人 壟斷了政府 壟斷了自信的小組 或者是事務成績的小組 政規會 在香港目前的社會仲勢富裕 還有很多公共財富的時候 用公共工程和服務各種內判 壟斷的方法是拿走我們的公共資源和公共財富 當然這種是會令到香港崩潰 而這個也會令到香港的管治失去標準 令外國政府覺得香港是衰敗或者是腐敗了 令外的標準降低 這個都不用掛長短 短期內其實是會喪失香港的信貸納易 和國際信譽 和中國經濟衰退而需要香港 重新發揮一個積極角色的時候 這個對中共不利 故此當我們一邊選了立法會之後 首先是要在議會上講這些 正在議會的發言權 將香港的真相講出來 即將投資證 例如我們在公民論壇的事 在議會講出來 令到議員官員或者大眾 有機會聽到 主導的媒體必要報導 此外就是和商界中共國際投資者 美國講這些話 即是說香港繼續這樣下去 可能是十年到就會 老館就會食足 你們如果繼續想借香港來做事 必須維護香港的健康 做快一些受服的事 我們都可以繼續蠶食香港 但不可以用這種殺雞取倫的方式 這種機械會傷害到香港 亦都會傷害到中國 亦都會傷害到將來的 香港和中國和國際之間的某些關係 那在這些人的共同利益的遊說之下 即目前我們沒有普選 沒有辦法用民主投票來做事 所以只能夠用共同利益的遊說 以及去輿論 在必要的時候 去採取一些議會的抗爭行動 即是拉布、掃台、站起來身、鬧 和外面的示威者結合 等等 但最重要的都是 明徵言訊地講出 合理的中港關係 和中港之間和國際的關係 從而使得大家知道 如何維護這個長遠利益 目前的利益不是不長遠 只是在位的人 或者有能力勾結的人 就是拿到最大利益 或者最快的利益 跟著就是 等到南盤子 被後來的人接收 然後來的人接收 也沒有辦法再維繫下去 或者停止下去 所以是 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共同利益的維護 而維護這個共同利益的背後 是有 當然是 增強的掌握 實際的中港關係 或者國際關係的掌握 跟著就是 民意 議會鬥爭 國際上的結盟 或者流水 那 這樣做得到的話 應該可以 還回人家的損失 你必可以互亂反正 因為互亂反正 必需要透過雙普選 因為雙普選 實際行使到 人民的權力 特別是大多數下階層的權力 沒有了雙普選之後 沒有了雙普選的話 雙普選未達至的話 只能夠用這種 共同利益的遊說 而使得對方是 高投貴手 謝謝 謝謝